今天午餐要吃什么?我好饿哦 我们去吃海鲜大餐吧 不要啦,吃别的 为什么? 你想想,如果我们去吃海鲜 渔夫们就会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 一直捕捞鱼类等海鲜 那鱼类被捕捞完的话,不就没得吃了吗? 你不要一直想着吃 我们来想想要如何解决问题吧 要如何解决问题呢? 要完全不吃海鲜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减少鱼类被过度捕捞 例如呢? 例如我们在食用鱼类时,可以避免食用幼小鱼类 为了让它们平安长大,并繁衍下一代吗? 不错嘛,但就只有这样吗? 当然不止 人类不只有需求,也会使用 使用?什么意思? 你想想,人类放假时总有人去海边玩 离开时还不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蛤?那海滩不就全是垃圾? 没错,没错 海滩上若全是垃圾,那鱼虾们怎么办? 鱼虾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还会以为是食物就吃下肚了 难怪,常有新闻报道海洋生物物食塑胶而亡 对啊,所以常有善心人士会到海边进滩 我也是善心人士哦 从现在开始转变,一切都不算晚 嗯,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必吃小鱼 去海边时把垃圾带走的 保护海洋从你我做起 让我们还给鱼虾一个干净的家 恢复那蔚蓝色的海面 好哦,所以你们午餐要吃什么 对耶,我肚子好饿哦,走吧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